罗子龙爷爷武术九段 87岁高龄 打拳依旧虎虎生风 武师四代传承 徒子徒孙一万五千人 近年来博树发展交棒徒弟 他把重心放在地面高尔夫球 四年前罗爷爷双耳听不到 带助听器也没用 无声世界恐慌度过一年多 他觉得聊生意 我活着干嘛 有什么意义呢 什么都听不到 所以后来开机以后 第二天开机听得到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热泪盈眶 电子耳是把电子术 直接放到内耳耳瓜 电极刺激听觉神经 只要不是先天神经受损 几乎都可以装置 其实要第二天 第二天 挂了多天 很奇怪 老人家的话 其实他就是相对比较单纯 因为他大部分都是因为听力障碍 就是年纪大造成的损失 那少部分是因为照应性听力损失 或者是因为疾病造成的 这类的状态电子 主要是因为他的说话功能 跟语言发展功能都已经具备了 所以一般来说就很容易就可以上手 台中刺激医院已经完成100多例电子耳手术 年龄横跨1岁到95岁患者 电子耳其实并没有任何年龄层的限制 而且对营法师来说 其实如果说你都整天关在家里 与世隔绝的话 其实对社会也是个损失 不论是年纪退化 或职业伤害造成的听力损失 经过专业评估 带电子耳有极高的机会 重新听见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